Hello 大家好 我叫周家瓦 今次在寵愛屁股裡面 我是飾演一個寵物的心理治療師 為什麼寵物的心理治療師呢 因為我負責治療寵物的心理 多謝你 我和美美是由劇場開始就不斷拍攝 即是每個拍攝都會拍攝 為甚麼呢 因為我知道其實在同學 很多人都認識我 很信心自己演的 什麼就不看 不過美美她的出發怎麼斷傳 或者我她的出發怎麼斷傳 因為我看那個照片 我看那個照片 我看那個照片 演繹上有沒有東西可以再豐富 再多層次 有沒有不足我們就會加加減減 這件事我覺得是一個專業態度 即是完全是出發點 是因為上電線 所以我們會一路去做 但到後期我開始覺得很難的時候 她會堅持到連任何一份都提問 因為確保到我們是不會有問題的 當然啦 不是說出街現在沒有問題 始終有好的人數 但我想說這個人 她是B 沒有問題的 因為她是沒有堅持到 從始至終 從始至終 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的 你說到色碑也沒有用 我不會相信你的 畢竟是寵物的 都是關於寵物的事 我跟寵物都開了 大家的事 很多辛酸 很多在一起熱 很多在牆壁 在牆壁 大家都試 但我們通常都是去做寵物的 但開多了寵物之後 我自己一個 或者這樣說 其實我覺得狗是很難做的 就是我跟狗仔開工開多了之後 我會愛自己家裡的狗多了 因為我意識到牠的存在是很簡單 牠要的東西很簡單 就是我的愛 就是我的attention 狗仔就是 狗仔就是 其中的東西我意識到 就是林隆 因為牠是寵物多於寵物 因為有一次 我記得牠在開工開到中暑 牠都會幫牠們消暑 所以牠的人應該是有些問題的 牠是太有害羞 我不敢做 對 照顧自己的事 多謝 就這樣了 讓我想辦法Il心 你們好